好,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游戏环节,叫做温快答 考验大家对剧中的这个细节是否还熟悉哈 如果我问出问题,大家照答案,立即说出答案即可 好的 那首先,我们超高准备 第一个问题 蓝爵和张萍第一次在一起被捕的时候 在狱中吃的饭里,有几颗鸡蛋 开始想答 两颗 两颗 一共两颗 两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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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过剧的应该都知道 看过剧的应该都知道 两颗 是两颗 那切开了还是算一颗 切开了还是算一颗 切开了还是算一颗 嗯,最终答案是 一颗 好的 第一个这次两个出现了 你第二个问题 张萍弘弄一眼的时候,蓝爵用了什么办法让张萍入水开始抢答 蓝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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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个问题 王燕和张萍打赌的时候,给张萍取了什么名号 黑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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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说黑雕的时候,那场戏我们笑死了 你很满意这个 这个充号吗? 这场戏还没开始拍,就有点笑的 我皮肤比较黑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黑雕这个名字很适合我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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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是有不小观众期待 张萍也去一下行动的 其实我们主要是觉得导演太故意了 我面都祸了 对 就是 是 对你有意见 嗯 什么意思 怎么会 我会答应 就所以 在剧中就是张萍表现了对黑雕这个称号 反应普平 但是戏外大家都笑翻了是吗? 对 对 这个名字 就很搭 你看 好的 还是发生 就像蓝爵 就那种感觉就像蓝爵跟我很搭一样 你知道吗? 嗯 就是这个名字吧 就黑雕就是张萍表现了 一下子就有了画面 就对这个人 对啊 对啊 孙文老师对这个类比如何评价? 我只能说 不想评价 哈哈 我只能说不想评价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嗯 嗯 胡青张出场的时候 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抢答 白色 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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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色 这个全员都可以答出来哦 他还问题难度还是不够 你们加加吧 嗯 大一个问题就比较刁钻了 嗯 嗯 张萍给蓝爵做的红枣粥里 放了几颗红枣 抢答 两颗 三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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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不住了 四颗 三颗 难度标准 看来答案不太一样 四颗 三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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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幕的朋友们 弹幕几颗 弹幕的朋友们 几颗几颗 三颗 三颗 四颗 看弹幕有人说了 三颗 好 也有人说 有人说二 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就是三颗红枣 三颗 哎 张萍 张萍这个粥 是自己做的吗 怎么不记得几颗红枣了呢 嗯 看来你自己喝的 他自己喝的要更多一些哈 自己偷吃了一颗 也才端给你是吗 原来是这个 好 那下一个问题 也是难度非常高 嗯 科举的时候 柳泰复苏的考题 是什么考题 以德定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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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果然大家就是 我毕竟考过试嘛 我毕竟考过试嘛 我才能够考试 果然大家对于科考 还是非常了解的 是我小巧你们 都是有文化的人 对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张萍做了蛋黄粽 最后被谁给吃掉了 陈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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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为什么 因为我老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语气里带着一丝 不满 嗯 诶 本来是给阮大尔吃的吗 吃太多了 对 最后一刻都不吃了 对 阮大尔对不对 错过张黄粽 还是 蓝大尔对 蓝大尔找过来这场戏 太逗了 对 你欠所有人一句 你欠所有人一句对不起 好对不起 那那个让松茸龙再请我们每个人吃一次 对 好 好 好 那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也是和粽子有关 嗯 张萍在做蛋黄粽 拿走之前呢 给陈仇其实留了粽子 那个粽子 是什么馅的 很大 红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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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 没有蛋黄粽 对 对 对 把所有的蛋黄 那个蛋都给那个 蛋黄给那个蓝大尔了 最后全部进了陈仇的肚子里面 对 所以吃了不少的粽子 所以对张萍的手艺评价怎么样呢 还可以吧 其实生活中的我 其实是偏向于吃红枣的 对 蘸白糖 嗯 我是饿了说的 我们这个剧组 真的是大家对吃豆腐上有研究啊 嗯 所以平常也是在剧组里 会一起去那个聊美食 然后一起去吃美食吗 会吃美食 他一些剧组周边的时候好吃 臭豆腐 我们会吃 臭豆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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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都吃过 哇 今天在那个 排队 排队 排队去那个吃他姐夫做的臭豆腐 对 嗯 所以大家 好评最高的食物是臭豆腐吗 炒冷面吧 对 要好吃 那个臭豆腐其实很好吃 包的 什么不好吃 你吃的这么猛 我回去就告诉姐夫 我说好吃要好吃 啊 那个冷面也烤冷烤冷面也好吃 嗯 我长得好像宋维龙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宋维龙 你说弹幕里吗 对啊 他们一直在说我我那个画质 对 我们看我们看你有点那个有点麻烦 他们说那个网络是坐机 啊 我没有网络然后我用的是那个就是手机自带的那个 所以他画质不会就是一下调很高 哦 对 对 没办法 好 那我们继续来快问快来的游戏 已经被我们变成了美食分享现场 那下一个问题张萍和王燕打赌输了之后 呃 王燕接受的惩罚是什么呢 去去去拿面条 过面 过了过了一摊就是很烂的面吧 就是拿给我 很努力了 你当时 你当时在拿那个面的时候 很无语啊 因为我是拉面神探嘛 就是就是面也拉得很好 看到就是王大人就是很傲娇的 现实中你现实中你会和面 你自己平时会和面吗 我平时说实话就是也没有很会了 所以现实里的呃 这种烹饪的技能 是和我们距离的王王侍郎差不多的吗 差不多吧 我觉得 嗯 好所以就是我会 张萍的身份比较显清那块面 嗯 景哥会 景哥会 我一点不夸张 我是今年刚学会的还有那个擀饺子皮 啊 那个要要 要领功夫 嗯 对对 那个时候转着擀的吧 学会了转着 他不是转 你那是甩饼 他说是甩饼 不愧是拉面神探 这个拉面的技能还是非常娴熟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张萍为了去案发现场查案给刊们送了什么礼呢 五文钱 三文钱 几文钱 四文钱 四文钱啊 五文吧 多少文钱呢 五文 当然是五文啊 嗯 宿面二文加蛋三文一共五文 送出去的每一文 每一文钱自己都记得 记得清清楚楚 对我也记得更清楚 对他今天又少带钱回来了 对 视野粉 对 那我们还有一个关于精强的问题 看谁记得更清楚 陈仇为了给蓝爵送礼 花了多少钱装表自画 张大 十文 十文 光装表就花了十文 哦 卖那个画 对 开玩笑 要去攀蓝大人的关系 他不得 花重金 嗯 对 但是似乎这个重金还是有水 水分呢 张萍有一些更 呃 优惠的渠道啊 对 拿到机上吧 不能卖 这家 送个礼还跟人砍价 老大人对于这本 评价怎么样 没钱啊 嗯 嗯 本官不是很满意 礼物贵贱我都不会收的 哦 所以这份关系 嗯 嗯 不是靠这个字画 按上去看完 对 他只收那个粽子 对 嗯 可惜粽子还进到了你的嘴里 对 我来坐 我来坐 形成了一个熟练 好的 那呃 再一个问题 张萍在雨夜晕倒的时候 陈筹是怎么把它弄回家的呢 以什么样的方式 拿那个拖板给我拖回家的 那个板车 板车 我们在试戏的时候 我拉它 拉得可轻了 边走边摔 对 那所以那个板车是 那个在擅长拍摄的时候 是舒服的吗 因为下的雨其实不太舒服 其实不太舒服 因为我我要仰面 就是但是那个雨水 进到我的鼻孔和嘴巴里 就是很难呼吸 你知道吗 是的 因为是仰着的 而且你们拍那场戏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很冷了